沙石车呼啸而过 车楼上的沙石瞬间倾斜而下 留下一地的碎石不同路段 同样沙石车一个转弯 车速太快布盖也盖不住 慢载的沙石洒落车道 导致后续行经的机车骑士 可能有摔倒的风险 从高速公路那边一直漏漏漏到 平脚道前面这样子 500公尺吧 这样子造成那个摩托车还蛮危险 我们都要扫 附近热心居民只要一发现 就会赶快将沙石扫除 以免发生意外 事发在南投着水溪流域一带 不只当地沙石车多 还有准备要上国道的沙石车 也会经过此地 成为重车汇流处 台16线甚至有沙石车驾驶 集体违规闯红灯 一台两台三台短短几秒内大家接力闯 内侧左转车道也冒出沙石车闯红灯执行 11秒钟四辆车飞驰而过 沙石车乱象层出不穷 在原级路上有发生沙石车滲漏情形 到场之后立即而进行交通的输出 持续调阅相关的证据以佐证举发 除此之外台16线平日早上6点至晚间10点 以及6日两天是禁止沙石车上路 但还是有零星司机投跑 辖区原警表示会加强取缔 但这样的状况一天不解决 附近居民出入淡战心惊 再终于沙石车闯红灯执行